蛤?恐龍還有日本兵種? 浮井在哪裡? 浮井好去嗎? 對於浮井你還很陌生嗎? 這篇教你怎麼玩 恐龍迷必去的景點 這支影片都帶你來解答 Welcome to Travel Countess 將將! 我們來到浮井縣啦 今年北陸新幹線 從金澤延伸到浮井縣敦賀站後 浮井旅遊的討論度也提高了不少 浮井位於日本中部的北陸地方 和石川、富山合稱了北陸三線 當地挖掘出的恐龍化石佔全日本80% 是日本的恐龍研究中心 也有恐龍王國之稱 當地必去人氣景點恐龍博物館 擁有世界罕見的柱狀節理地質 東旋方 百年歷史的溫泉聖地 蘆元溫泉 探訪最古老的天守閣王岡城 滿足的視覺 接下來就是美食啦 浮井特產肉質厚實鮮美的月前蟹 加入蘿蔔泥 清爽的月前橋拌麵 清田滑水入口即化的魚餓重餅 沒藏過別說過你去過附近 今年3月16日 北陸新幹線開通了新的區間 金澤到敦賀 從東京搭乘JR北陸新幹線 即可直達福井 以台灣的旅遊來說 去城以關西機場入境是更熱門的方式 從大阪出發搭乘JR特級雷鳥號到敦賀站 換成北陸新幹線從敦賀到福井 現在去福井旅遊更便利 不妨來一趟北陸觀光之旅吧 這次使用了這張 關西北陸地區鐵路周遊券 7 天內可以任意搭乘 除了玩大阪、京都、奈良等 關西熱門城市之外 來福井也很方便喔 偷偷告訴你們 省下的交通費可以再吃一隻螃蟹喔 海外旅客出國前可以先上網購買JR Pass 車票 在JR 車站找到有護照標示的綠色機台 掃描 QR Code 和護照 被換成實體車票 接著預定新幹線指定座位 點選使用優惠車票預定指定席座位 插入JR 實體車票 輸入出發站與到達站 選擇出發的日期與搭乘時間 點選搜尋 選擇想要搭乘的班次 找到你要搭乘的班次 再點擊確認 就可以拿到指定席車票了 進入車站閘門時 記得將JR 車票與指定席車票一同插入 才可以順利進去搭乘喔 只要來到福井車站附近 就能感受到恐龍王國的氛圍 從站內的恐龍白衣博士 到車站二樓新景點 屋上廣場 到處都可以見到恐龍的身影 掃描二樓小恐龍旁的QR Code 還可以與VR恐龍互動拍照喔 車站外還有恐龍3D壁畫 並展示 多隻巨型擬針等比例的恐龍模型 部分模型還會動 搭配恐龍的吼笑音效 逼針又震撼 在去恐龍博物館之前 這邊小編推薦 可以購買月前鐵道一日無限乘車券 鐵道分為三國如原線 與聖山永民四線 旅遊時可以搭配此交通票券 在一日內可以無限次數搭乘鐵路 把鄰近鐵道的景點 都一起規劃到旅遊行程裡 搭乘聖山永民四線 前往聖山車站 下車後轉搭恐龍博物館的接駁巴士 巴士外觀也是恐龍的圖案 超級可愛 上巴士的時候 初四月前鐵道全線一日無限乘車券 就可以免費搭乘 巴士站下車處就有一家恐龍餐廳 店內裝潢與餐點都充滿了恐龍風情 來到恐龍的大本營恐龍博物館 建築物充滿了未來感 廣場上有一支有幾何圖案構成的恐龍雕像 非常壯觀 準備進入恐龍博物館吧 這邊提醒大家 入場卷需要先在恐龍博物館的官網 進行預約餐館日期 博物館的入口在三樓 入館後搭乘首幅滴從B1展區開始參觀 通過恐龍之路後 馬上就可以看到這支大約7.2公尺高的霸王龍 館內收取了約40多具的恐龍骨骼標本 陸地上的、海裡的、空中飛翔的都有 感受恐龍實際的大小 想像當時的世界被恐龍稱霸的時期 樓梯旁有可以近距離觀察約10公尺的暴龍骨骼標本 首幅堤旁的恐龍之塔聚集了 附警發現的5種恐龍與1種鳥類擬真模型 在特別展示室內的三面巨型螢幕牆裡 曾經是體驗恐龍時代 館內有免費提供語音導覽服務 使用館內的免費Wi-Fi並掃描QR Code 下載佛景縣立恐龍博物館展覽資料 Android 與 iOS 系統都可以下載使用 見面簡潔清楚 可以查詢各樓層的簡介 根據展場旁標示的號碼 點選相對應的編號 就可以搜尋到導覽資訊 App有支援日文、英文、韓文和中文共四種語言 完全不用擔心看不懂日文會影響觀看體驗 去恐龍博物館參觀 不能錯過搭乘恐龍列車 搭乘起來記得要先上月前鐵道官網進行預約 乘車的當天記得要在發車前15分鐘到車站窗口完成領取車票 恐龍列車的車票是設計成恐龍彈的特殊造型 非常可愛 列車的車廂也是以恐龍為主題 打造成侏羅紀叢林的感覺 車廂內有恐龍的足跡與3D恐龍模型 另一邊則是打造成化石挖掘的現場 用許多擬針的化石裝飾 前往恐龍博物館的車程大約是一個小時 車上會有充滿活力的車長姐姐 打扮成探險員的樣子 說明有關恐龍的小知識 透過有趣的猜謎問答與乘客互動 還可以拿到恐龍周邊小禮物喔 這邊提醒大家 因為去城的班次常常客滿 小編也建議可以預約回城的恐龍列車 參觀完恐龍博物館之後 搭乘恐龍列車作為恐龍之旅的結尾也很不錯吧 來日本想看恐龍必來附近 有世界級的恐龍博物館 很推薦親子旅行帶小孩來放電 浮井是什麼樣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點概念了呢 交通不管是從關西或是東京過去 都可以到達 距離石川的小松機場也只要30分鐘 這次旅行的景點 小編是使用浮井樂響周遊券 兌換月前鐵道一日無限車車券 與恐龍博物館入場券 這張票券包含了浮井的人氣景點 交通、購物還有美食 7天內可以任選3項使用 來附近旅遊搭配使用當寧省荷包哦 想知道更多的景點詳情資訊 請參考下方的參考資訊欄 今天就先介紹到這裡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按讚、留言 並分享給所有你的親朋好友吧